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共和党的攻势如今大幅转向副总统贺锦丽不再集中火力在拜登身上 随着拜登宣布不再寻求连任 特朗普及其盟友迅速开始针对贺锦丽发起猛烈攻击 试图将他与拜登的移民政策记录联系起来 并批评他的观点过于自由派 特朗普甚至在竞选集会上嘲笑贺锦丽称他疯了 国会山的共和党人也呼吁拜登辞职 这一步骤具有讽刺意味 因为这将使贺锦丽成为总统 共和党的策略明显是将矛头指向贺锦丽 试图在2024年的选举中占据有利地位 但这样的攻击是否真的能奏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突发事件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 来自YahoUS的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 他封了共和党攻击从拜登转向贺锦丽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看到尽管民主党的接力棒 尚未正是从乔拜登传递到副总统贺锦丽 但他已经感受到了 共和党如同总统候选人般的猛烈攻击 故事的起因在于总统乔拜登宣布 他将不再寻求连任 这一举动颠覆了2024年的竞选局势 几乎在拜登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盟友 就迅速发起了对贺锦丽的攻势 他们试图将她与拜登的移民政策记录联系起来 并批评她的观点过于自由派 在特朗普支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于周日发布的一则广告中 有旁白直言道 贺锦丽参与其中 她掩盖了乔明显的精神衰退 贺锦丽知道乔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所以她做了 看看她做了什么 边境入侵 失控的通货膨胀 特朗普本人也在周六于密歇根州大级流程的竞选集会上 对贺锦丽进行了预告式的攻击 她称贺锦丽为 笑笑贺锦丽 并表示 你看过她笑吗 她疯了 你可以从笑声中看出很多东西 她疯了 这不仅是对贺锦丽个性层面的攻击 也意在质疑她的理智和能力 与此同时 前总统的儿子唐纳德 特朗普小也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发文 称贺锦丽 比拜登更自由 更无能 国会山的共和党人则表示 拜登无法履行职务 并呼吁她立即辞职 这一举动具有讽刺意味 因为这将使贺锦丽成为总统 他们还试图将局面扭转 指责民主党推动拜登让位 拒绝了早些年选民投票 选择拜登为候选人的意愿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在声明中表示 在无效了超过1400万美国人 选择瞧拜登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票后 自称为民主党的政党 证明了完全相反的事实 现在 副总统贺锦丽与拜登政府的灾难性政策 失败共同拥有 党的前景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参议员李克·斯科特则指出 贺锦丽过去为拜登辩护的言论 认为这使她不值得信任 她在声明中说 四年来 最接近乔拜登的人 包括贺锦丽 知道她不适合当总统 并向美国人民撒谎 以保持他们的权利 早在2021年 拜登不适合担任总统的事实 就已经非常明显 拜登的退出决定 打乱了2024年的竞选局势 共和党在拜登宣布之前 一直推动他留下来 现年78岁的特朗普 将成为竞选中年龄最大的候选人 并且背负着一长串的包袱 包括他在纽约的重罪定罪 非党派的库克政治报告高级编辑 和选举分析师的戴夫沃瑟曼 指出了贺锦丽和特朗普之间的年龄差异 现在 共和党被锁定在一个78岁的候选人身上 而贺锦丽只有59岁 最近10年以上的主要候选人之间的年龄差距 有利于两位年轻的民主党人 2012年 奥巴马 51岁 击败罗姆尼 65岁 2008年 奥巴马 47岁 击败迈凯恩 72岁 1996年 克林顿 50岁 击败多尔 73岁 1992年 克林顿 46岁 击败布什 68岁 从以上的报道可以看出 共和党对贺锦丽的攻击 不仅是为了打击他个人 更是意在削弱民主党的整体形象 共和党试图通过攻击他的自由派观点 和过去的政治记录 来动摇选民对他的信任 而且 贺锦丽作为拜登的副手 难免要承担一定的政策失败责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共和党的策略也是高风险的 他们选择了一位年长 有争议的候选人 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的失误之上 拜登的退出和贺锦丽的崛起 可能会改变选民的偏好 和选举的动态 而作为共和党的主要对手 民主党可能会利用年龄和新鲜感的优势 重塑自己的形象 在分析这些攻击的背后动机时 我们不难看出 这是两党政治斗争的延续 共和党希望通过尖锐的攻击 和负面宣传 来削弱对手的竞争力 而这些攻击 往往不仅仅是针对个人 而是针对一个党派的整体政策和价值观 总结来说 拜登的退出决定 确实引发了一场新的政治风暴 共和党迅速将矛头转向贺锦丽 这场斗争 不仅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更是美国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缩影 未来几个月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场激烈的政治角逐 看两党如何在这场复杂的棋局中 谋得自己的定位 感谢收看本期《突发事件》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美国政坛 副总统贺锦丽 Kamala Harris 近来成为共和党猛烈攻击的目标 这些攻击并非基于她的个人行为 而是针对她在拜登政府中的角色和政策立场 随着总统乔拜登宣布 不再寻求2024年连任 这些攻击变得更加激烈和全面 唐纳德、特朗普及其盟友 迅速对贺锦丽发起攻势 试图将她与拜登的移民政策记录联系起来 并批评她的观点太过自由派 特朗普在其支持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发布的广告中 旁白声音指责贺锦丽 掩盖了拜登的精神健康问题 并且直接谴责她的政策导致了边境入侵 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美国梦破灭 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大级流程的竞选集会上 更是直接针对贺锦丽的个人特征进行攻击 声称她的笑声显示出了她的疯狂 前总统的儿子唐纳德 特朗普小 更是在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发文 称贺锦丽比拜登更自由、更无能 这些攻击并不仅限于特朗普及其家人 在国会山 共和党人也站出来批评拜登的能力 并呼吁其辞职 这一举动将使贺锦丽成为总统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拜登政府的政策失败将由贺锦丽共同承担 并且她的接任并不会改善民主党的前景 参议员李克·斯科特则强调 贺锦丽过去为拜登辩护的言论 认为这是她不值得信任的原因 这些攻击背后的策略显而易见 共和党试图通过攻击贺锦丽来削弱拜登政府的形象和支持度 并在2024年大选前塑造一个负面的民主党形象 随着拜登宣布不再寻求连任 这一策略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除了政策和政绩外 年龄问题也成为焦点 78岁的特朗普将成为竞选中年龄最大的候选人 而59岁的贺锦丽则显得相对年轻 这一点也被部分选举分析师指出 并且过去多次选举结果显示 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 在对抗年长的共和党候选人时 获胜的几率较高 总体来说 贺锦丽面临的攻击 反映了共和党在2024年选举中的策略转变 他们不再仅仅针对拜登 而是开始针对她可能的继任者 这意味着 贺锦丽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中 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拜登不再寻求连任 贺锦丽自然成为共和党攻击的目标 共和党的策略明显 用贺锦丽的政策和拜登的失误来打击她 但这真的是奏效的策略吗 别忘了 贺锦丽是第一位女性 有色人种和亚裔美国副总统 这样的历史性地位本身 就已经赢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真的有那么多资源和时间 去攻击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无法挑衅的强者吗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是不是也喝了贺锦丽的疯狂笑声鸡尾酒 贺锦丽是可以批评的 特别是她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政策 共和党攻击 她不仅仅是因为她接替了拜登 而是因为她确实有很多漏洞 看看她在移民和经济问题上的表现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你提到她的历史性地位 但历史性地位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无能 谢琪琪 你这么说 可能是因为你对历史性的力量还不够了解 看看奥巴马 她的历史性地位也曾被质疑 但结果呢 她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 你说贺锦丽政策上的漏洞 但这些漏洞在选民眼中 未必会比特朗普的各种丑闻和法律问题更有杀伤力 不要忘了 当今的选民更倾向于年轻 有活力和多元化的候选人 楚天说 你说得太理想话了 奥巴马和贺锦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奥巴马有着强大的领导力和演讲能力 而贺锦丽 嗯 你听过她的笑声吗 那简直像是鸭子被孤住脖子 更何况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喜欢他的直接和强硬 这点和锦丽根本无法比 而且 不要忘了 特朗普还有庞大的资金和资源支持 这可不是贺锦丽的笑声能够轻易抵挡的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